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声 不绝余耳 大年初二 美国大洛杉矶却不平静 今天中午警方一路追捕 三名切到嫌疑犯 从克莱蒙市追逐到 华人聚集地罗兰岗超市附近 在警方搜查后 于一家华人饭店落网 一点来钟吧 12点 12点多 一点的时候 当初带来什么情形呢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想出来的时候 警察已经不让我出来了 让我往里面靠 说不安全 然后上面都是直升飞机 一直在飞 不让我们出来 多少警察多少人被抓吗 有看到吗 我们前面这里有三台 这边有四台吧 根据了解警方接获报案 有嫌犯在克莱蒙特 谷中心附近的住宅区 窃盗后逃逸 虽然整个追捕的过程 仅仅一个小时左右 但是当时正好是接近中午时间 却发生宛如电影清洁般的警匪追逐 还是让不少出来饱餐一顿的民众受到惊吓 索性最终是无人受伤 在现场解除封锁后 店家也恢复营业 中文电视采访报导 将农 naszej经济谱的民众受到惊喜